好 目前全台灣的災情不斷 大家不禁想問 凱米颱風的暴風圈 什麼時候才會離開台灣呢 蘊涵 好了 趙頭帶您掌握 的確大家都很關注 這凱米颱風 此刻我們從最新的警報帶來看 它就算已經中心出海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它的路徑還是在擺盪 而且因為它的這個暴風半徑 相當的廣 還是有250公里 所以說今天深夜 一直到明天凌晨這段時間 預估它的暴風圈 才會逐漸脫離台灣 但是就算暴風圈離開台灣了 可是因為這一天 一直持續為您報導 是在於這一次它的外圍環流 夾帶了這西南風風沛的水汽 甩進來這台灣的中南部地區 帶來非常明顯的降雨 甚至現在整個降雨的範圍 還會持續擴大 所以我們透過接下來 這雷達三合一來告訴您說 接下來這降雨狀況會是如何 今天一整天的報導 我們都看到這高雄地區災情不斷 而且此刻如果從最新的雷達 更可以明顯發現呢 其實整個強雨帶開始往中部方向移動了 甚至接下來的時雨量 包括台南跟嘉義 此刻來講雨勢是相對比較猛烈的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尤其是南投還有台南 以及嘉義的觀眾朋友 因為現在正在下暴雨 提醒觀眾朋友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自身安全 至於中部地區之外 澎湖也是氣象署持續警戒的範圍 也就是說今天露夜之前 隨著這個雨帶不斷甩進來 那麼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要慎防這種超大好雨出現了 好 雨到底要下到什麼時候呢 剛剛運涵有提到 儘管說這個颱風的暴風圈 預估今天深夜到明天凌晨就可能脫離 也有機會解除路上颱風警報 但是您看到 因為甩進來這台灣颱風尾造成 其實這個中南部地區的這個風雨還是很大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您看到今天晚上 中南部除了還是要留意這降雨之外呢 您看到明天還是有紅色紫色的範圍 對不對 這代表明天在中南部依舊會有好雨發生 甚至這一次氣象署 還特別上修了這高坪山區的累積雨量 這一次凱米可能造成高坪山區 總雨量來到了2200毫米 南投跟嘉義山區的總雨量也上修了來到1800毫米 也就是說這一回啊 其實這凱米颱風為台灣帶來 中南部尤其感受到風雨明顯 還是要提醒 再次提醒觀眾朋友要留意自己的自身安全 以上是這節氣象 再把時間還給趙和 你放心吧 恬多久